我們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睡有好嗎 請問各位 昨天有沒有睡好 大部分都沒有睡好 我一樣 我來一百多次了 第一次如果過坡都睡不好 睡不好正常 但是今天 吵下去要吵到晚上10點 你們下午一定做好睡 今天最累 幾天 年紀吃到有些月,又半天會 我們現在 cit一根條 不好 在這我看,先講一個說話 我叫做很喜歡long stay 所以有一次安排去一個養豬戶的農場去參觀 這個養豬他也有養雞養狗 那麼馬英九在那邊住了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就安排要參觀 那麼馬英九就請主人說 你走前面引導我們參觀 那個養豬的平常是關梯 關阿關關事了 他就跟馬英九說 包括總統我都比較關心走在青山的後面 不會啊 影子夠 他就無心之過嘛 但是參觀完以後中午就辦一桌 他就做很豐富的宴席請馬英九 其中有一道菜叫做 吞雞 吞到柔柔柔 阿馬英九就生意的 哇 咳到那雞腳 我們中一個人很漂亮的語彙 雞腳 我們以前說雞腳就雞腳 他就跟我說那個鳳爪 很好聽 阿嬤他叫愛家就捏在他的牌子 然後再捏一支雞腳說要合語 要給主人吃啊 阿嬤這個鳳爪好啊 來 你吃一支 主人隨便跟台語家 他不要說北京藝 他說不不不 我沒有在吃雞腳 阿嬤我都老給狗吃 好 這樣應該笑一笑的比較清晰 睡不怕也要靜一靜也要來 好 我們繼續來上課 那麼咱昨天我講到唐山公 有唐山公沒有唐山的阿嬤 我有漏了一段沒有講 就是說在當時候 親朝他們那時候在台灣 貧捕族大部分都是母系社會 就是媽媽在家是當家長 等於說當老大 家裡的發號司令 財政大權都是 這個媽媽這個女孩子在掌控 那麼而且那時候有一句話 這個可能要用台語那個名單語講 堅持 我們都說堅持 我們聽了堅持 我們都是以為是 男孩子去圈女孩子手 其實不是 那時候的母系社會 女孩子是主動 女孩子看這個男孩子 長得高大又英俊 就是牽牠的手 你有聽到一句小公嗎 有嗎 牽牠的手 照他回來做我們公 牽手是這樣來 小公也是這樣來 所以在那個時候你想看 唐商公來台灣 大部分都是單身一個 而且大部分都是招樓的 沒有家產 所以他們一來台灣 第一個就是說 有工就去做工 沒有工就去做工 好 晚上要睡覺 睡在廟宇 睡在廟宇 廟宇那個牆壁 他們都會畫那個十八樓漢 那就睡在那個牆角下 十八樓漢 樓漢腳 那幾個就這樣來 睡在廟宇 在那個 上面的尾十八樓漢 會畫腳 所以叫做樓漢腳 去這裡的意思 你想我們母系社會的 貧寶族的女孩子 這麼尊貴 她是一家之主 是副長 她會去找那個樓漢腳 來做 叫她來做我們公 做業的公 很困難 除非說她長得很英俊 先到像劉德華 還是金城武 做樓漢很漂亮 做很好看 老娘有錢嘛 我就欠一個樓漢什麼 沒關係 借她來 牽她的手借她來做公 買比較漂亮的三個五千 整整就很漂亮 對不對 除非是這樣 要不然 當初公的基因要老下來 老在台灣很少 所以這點 大家要聊 台灣阿公 比較多 老下來基因比較多 OK 好 補充到這裡 我們繼續說 來這邊學最重要的兩句 就是軍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另外一句話叫做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根據昨天講的這一段 美國跟英國花了那麼多軍費 還有犧牲那麼多人 結果他們通通要降旗撤軍 降旗撤軍 那代表什麼 他們不可能把伊拉克變成美國的一州 第五十一州 那麼同樣的理由 美軍 1945年委派蔣介石的軍隊來佔領台灣 也不可能讓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國土 也不能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 也不可能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州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 台灣已經地位未定69年了 到現在還沒有定下來 還懸在那裡 就是在等流球 列式流球的返環 台灣返環 在等我們的母國 日本跟主要佔領全國美國來協商 看要賠償多少 那麼美國軍事政府委託中華民國 民國政府佔領台灣 這個應該是69年了 但是因為2006年10月24日 林志生控美案的判決 那麼解除對台灣軍事佔領的日期 應該不遠 這就是為什麼2010年 在美國的協助之下 在那一年的7月4號 台灣民政府在美國華盛頓使館特區掛牌 那麼10月16號 我們台灣成立 台灣民政府的國務院 那開始在隔年的2011年 1月15號16號 我們開始第一班的法理延續會 第一屆就是從2011年1月15號16號 那一次開始 一直到現在 你們好像是第99期的樣子 你們是第99期 普及班它的普通班 很好記 你們就是第99期 那我有幸我是當第一期 所以我們都同學 所以後來這些 我們都互相尊稱同心或者是同學 那為什麼會 昨天有人問說為什麼講同心 就是我們有共同一個心願 要把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我們就互相稱為同心 來共同為這條路來努力 OK 那麼美國軍事政府 這個USMG 這是代表簡稱 它在台灣核發台灣的身分證 它的法源怎麼樣 我們來看 這是我們的身分證 那這裡有一個class分類 TW 你一定要去申請 日本時代所做的那個 戶籍藤本用毛筆寫的 不是現在用電腦打字頭 不是你一定要去申請 那個才不會作假 你如果你的父母親 阿公阿嬤有那個 日本時代用毛筆寫的戶口他們 那你就可以拿到TW的這個身分 就是本土台灣人 那其他的就可能只能拿到 如果說1949年 國共列戰打敗 在流亡到台灣的那些人 他就不可能拿到這個身分 這個身分很重要 因為將來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只有這種身分的人 才可以做公教人員 公務員或者是老師 那麼其他身分的人就不可以 而且只有TW身分的人 才有選舉權 這個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 或者去投票 你可以當獲選人 你也有權利去投票 但是沒有這個身分的人 就不可以投票 所以1949年 逃難來台灣的那批人 沒有權利來投票 所以將來台灣的前途 台灣要公投 都是要這些本土台灣人的這個身分的 才有資格 所以將來就沒有藍綠對抗 所有的事情在決定 公投在決定的 都是本土台灣人在決定 這就好像現在 昨天前天 9月18號 那個英國的 蘇格蘭獨立公投 蘇格蘭獨立公投 是蘇格蘭它只有 五百多萬的人口 那麼整個英國 大概有六千三百萬的人口 那蘇格蘭在辦公投 就是他們那五百三十萬的那些人 在公投 獨立公投 英國其他五千多萬人 沒有加在一起公投 那就是英國尊重蘇格蘭人的決定 好 那你看 現在中國對我們台灣 台灣要 我們常常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認識 就是說台灣的前途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來決定 可是你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講 台灣的前途 要有中華人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三億的人口 共同來決定 那你想想看一看 兩千三百萬來對十三萬兩千三百萬 十三億兩千三百萬 那算什麼 根本就不用投了 都是一定是統派贏 那就是不是民主 它沒有尊重我們台灣人 那你看英國整個大英國寫 他們都尊重蘇格蘭公投的決定 他們也講得很 很有感情 他說我們希望你還是留在大英帝國裡面 那麼 但是你們如果選擇獨立 我們也予以尊重 而且還沒有公投票之前 英國就跟蘇格蘭簽訂一個協議說 我們一定會遵照你們的意願 你們不論你們是要統一 繼續留在英國 或者你們要獨立出去 我們答應帝國多 大部分英國都尊重 那聽起來很舒服嘛對不對 而且說 就是我的聲音很像 因為我的鬧鐘也是這個聲音 你看在看大英國寫裡面有一個加拿大 他們有一個魁北克省 魁北克大部分都是法國人 法國裔 所以他們也在鬧獨立 但是加拿大人民跟他們心戰喊話 他說 你是我們的兄弟 我們希望你還是跟我們在一起 那聽起來多舒服啊 但是他說 那我也尊重你們的決定 那我也尊重你們的決定 可是對岸那邊 說到要獨立就要爬爬爬爬爬 我們越聽越不爽 這就好像說 台灣是一個水國人 人見人愛 大家都想要愛 我們剛才在這個 我們剛才在這個 歐亞 這個很重要的戰略位置 譬如日本 如果有一些東西 油要從中間運動 都要經過台灣還是什麼 所以台灣這塊土地 是真的補充 一年的物產是三艘 有兩艘是稻米 冬天是雜糧 你可以種大豆或者是玉米 番薯什麼的 你看如果像北海道 日本北海道 只有夏天可以收一劑 其他都是大概冰天鎖 雪地就很難種植 所以台灣這麼好 很多人都喜歡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 這四百多年來 我們被四個外國族群統治 像荷蘭 然後民政王朝 大清帝國 日本 然後又有中華民國 但是大清跟中華民國 他們是都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我們來看他的法源 這法源也在這裡 那麼我給它放大 本卡核發的依據如下 依據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軍商和平條A的第二條B 第四條B還有第三條A 還有台灣關係法 還有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還有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 台灣民政府參議院所發布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裡面都有發一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對不對 那個紅色的那一本 我們是經過草案 然後送去給美國 不到幾天就被美國退回來 叫我們重改 然後我們改完以後又送去 過一個禮拜又被推薦 有一些不適當的地方 又叫我們修改 所以我們改了第三次送去 美國才答應說 好這個這樣可以 所以我經過我們台灣民政 參議院通過 所以我們才可以依 這個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依法來發行這個台灣民政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其中這裡有一個中國政策 很多台灣人獨派 不管獨派或者是其他的黨派 都非常生氣 為什麼你美國用一個中國政策 那我們中華民國呢 你看台灣人被教育都變成 把中華民國當作我國 還在跟美國爭取說 你要有兩個中國政策 一個是共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是自由的中華民國 你看我們台灣人被教育 都認同中華民國 其實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全世界的趨向 聯合國190幾個席次 國家的席次 一百六十多的國家 通通承認代表中國的只有一個 就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毛澤東政府 所以一個中國政策是對的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只有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那麼台灣地位未定 好 好 再來 你看 台灣真的很漂亮 這是我2008年11月23號 去爬山 然後所拍攝的影片 我沒有想到說 三四年後 我會拿這張照片 來這邊講課 這次真的是田柳台灣 你看漂亮的海岸 那麼蒼脆的山林 台灣是人見人愛 但是很可惜 台灣這四百年來 都是在當 別的國家的基地 我們來算一下 荷蘭人把台灣當作 它的貿易的基地 那時候台灣有很多路 那個路口比人口還多 那時候台灣大概只有不到一百萬 荷蘭的時期 但是那時候的路 可以算上億隻的 你出去一不小心就會被路撞到 所以那時候的 我們本土台灣人 不論是高山的或是平埔的 你想吃肉很容易 隨便抓 設個陷阱就可以抓一隻 一隻就整個部落一起來吃 那時候沒有冰箱 所以有分食的觀念 有沒有 我抓到類伍 就找我們族人一起來吃 在一天兩天裡面把它吃完 要不然肉會壞掉 所以早期我們本土的原住民 原住民都有分食的觀念 分食 好康的道修博 大家一起來分享 有分享的這個觀念 荷蘭人來台灣種甘蔗賺錢 然後叫我們 向我們原住民買鹿皮 因為荷蘭它在很北方 然後它有船可以做生意 它把鹿皮可以運到北海道去賣 運到韓國去賣 比較尾度高的地方 因為鹿皮在冬天它是很好的 防寒的那個皮 可以做 還有很多手套 或者是什麼需要 馬鞍也要用到皮這些東西 荷蘭人把台灣當作貿易基地 好 鄭成功來 把荷蘭人趕走 我們台灣又變成 明朝的反清復明的復興基地 我們又被當作 反攻的復興基地 好 換大清帝國來 大清來 他沒有好好在管理台灣 他都只派一些官員來台灣 而且限定這些官員 不可以帶家眷 就老婆跟孩子抵押在大清那邊 他怕你來這邊 如果整個家族都牽過來 如果跟我們平補族結合 又要反清復明 所以 而且限定只能擔任三年 三年一定要調房回去 換一個新的官來 所以大清的官員來台灣 心裡就想說 我怎麼樣趕快在這三年裡面 能夠貪污貪污 把口袋裝滿滿 所以有一句話 三年官兩年滿 三年官兩年末 為什麼會講 三年官你為什麼 沒有當三年就收兩年就滿 其實那個滿是什麼 他不用三年 就已經把口袋裝得滿滿的 都是黃金珠寶 他就等著要回大清帝國那邊 所以台灣變成他的那個 撈錢的基地 換日本夾爾戰爭拿到台灣以後 台灣變成大日本帝國 他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南進基地 因為台灣物產豐富 日本本土的可耕地很少 所以養不起 那個日本的這些人民 那他拿到台灣以後 發現台灣一年三收 可以累積很多戰備糧 有這些戰備糧 你才有權力發動戰爭 因為戰爭 大家忙著打戰 就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來生產糧食 所以這些糧食 一定要繼續到有一個 足夠的戰備糧 你才有資格發動戰爭 因為戰爭有一句話 三軍未動 糧草要現行 就是糧草要佈置好 怎麼後勤補給 所以台灣就變成 大日本帝國 南進攻打南太平洋的南進基地 二次戰後 中華民國來台灣 1949年 國共內戰敗逃來台灣 然後蔣介石又把台灣 要當作 反攻復國的 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我們又當基地 四百年來都在當基地 所以我常講 台灣漂亮 像漂亮姑娘 但是漂亮人沒有漂亮名 大家唱要愛 大家都要利用 把台灣當作利用的基地而已 所以我如果不講 你們可能不知道 其實這張照片 就是在滿洲的東邊 東海岸 這邊有一個 你注意看 這個是人造的構造物 上面都平平的 其實這個是九龐灣飛彈基地 台灣所發明新研發的飛彈 都會送來這邊測試 這邊來試試 這是九龐灣 九龐的飛彈基地 所以你看 都是在當人家的基地 這個做得很隱密 不講你可能就沒有發現 所以台灣人 台灣人 漂亮不漂亮名 大家唱要愛 但是其實 你如果要愛台灣 你是要用和善的態度 就像我們要追求一個女孩子 我們當然是 盡量 跟他補 跟他補色 你如果這樣叫一個羅馬花 走到阿 你如果沒有計畫 要向他抬 我看那女孩子 走得怎麼背 米 中國人就奇怪 不會有這種邏輯思考 我現在來講一個故事 這是兩個兄弟 這個很有意思 他們都是屠夫在殺豬 然後殺了十幾二十年以後 我那個哥哥 就被開示以後 發現說我不要再當徒 準備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就去修行 念經吃菜 那個弟弟還是繼續在殺豬 但是他們兩個原來 以前就講好了 一起在殺豬的時候 就講說誰先起床 因為古時候沒有鬧鐘 誰先起床就要叫對方起來 好 現在變兩個職業不太一樣 一個是念經 一個還是繼續殺豬 所以那個弟弟如果早醒過來 他就去叫哥哥 哥哥 你起來念經 然後如果哥哥先醒 就叫弟弟 弟弟 來 起來殺豬 好 結果這兩個人後來死了 哥哥這個念經的下地獄 弟弟上天堂 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哥哥就問那個元老王 為什麼我念經 你判我下地獄 元老王說 你就好著 那個懷著好心做壞事啊 你好意思叫你弟弟 叫他起來殺豬 那弟弟是 懷著好心做好事 叫哥哥起床來念經 超度什麼的 這個很有意思 所以 很多外面的人 會說我們是詐騙集團 你可能也有朋友會跟你講 你如果跟他說 你要來這邊上課 他說 你不要去喔 你去那邊會被騙 他是懷著好心 做壞事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會下地獄 所以我們以後 碰到這個 這個人在講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故事跟他講 來這邊是改變我們 很大的一個機會 就像我第一次碰到林志生 秘書長的時候 那一次的演講 改變我整個後半段 我很高興每個禮拜來這邊三天 我除了我自己的那個農場管理以外 第二個大事業就是在這裡 我一個禮拜七天 有四天在農場 三天是在這裡這樣 這個我跟著他 跟著他走台灣地位正常化這條路 我走得很高興 歡迎做感恩收 謝謝 希望大家一樣有這個心 今天我講到這裡 大家各位謝謝